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和谁离 谁深 谁浅 谁为远通 谁不圆满 这是教欧欧南去选贼啦 欧南啊 你现在想要了生死冲出三界 成就佛国 我们一向就是顺三界内流转的情况在动 言流逸奔色 而流逸奔生 在后边又详细说明 那么现在你要修行回转本有的清静的 这个果决的境界 就要跟这个外面的六层镜相为利 就是相反啦 因为要反文文自信 反见见自信 所以要逆 这个逆 逆什么呢 逆生死流 生死流转的这些一向的习惯啊 要把它翻过来 所以前面说过啊 重要的一个旋子 旋转的旋 旋 旋 旋转回过来 反观自己的自信 不要向外奔一 所以你要这样子逆生死流 生死流主要就是在欲界里面的轮转 所以就是生死欲流 欲也是众生的一向的流转的习惯 从来就是这样子 跟着六层镜在哪里轮转 现在你要回转无上菩提的境界 要跟这个世间的所有生死流啊 要跟它逆过来 相反 反重流根 流是流转 六根根住外面沉浸在流转的情况 现在要把它反反过来 回转自己的本身 静无边际的这个真如自信的真境中 不要跟着过去一向的流转 那么回转本有的自信 完全达成就近了 叫做穷 这个境界就是不生不灭 至不生命 到达本有清静自信的不生不灭的境界 那么你想要这样子 要成佛道 那么先端端了 才能了生死 那么要正不生不灭的佛果的境界 那你现在要修行的时候啊 应当 要先测验 验 测验 测验词等六根 这个前面讲的颜耳鼻舌生意 这个六根 叫做六受用根 它会受用外面的沉浸 现在要把它 宣传过来 你先要观察这六根啊 谁和 谁离 和离的解释啊 前面讲和讲离 四月六根受用情况说 现在这里说 随和随理呀 和 和服你的根性 你应当 以这个方式去修 离 跟你的根性不能相和 这里面已经暗示说 我呢 你一向多闻第一 老是告诉你啊 耳根是合乎你的根性的 可是 佛不明说 要他自己选贼 要他自己动动脑根 不要老是人家做好给你 你想想看 在这六根当中 哪一根 跟你的根性相和 随和 哪一些根性 跟你的 这个 根性相 相反 相反 六根当中 哪一种的修法 跟你的根性相反 就是离 随身 随钱 身 只合乎他的根性 由此修持啊 断烦烈 了生死 到重复到 这个境界最深 不能达成这个目的的就是钱 或者是论这个功用的浅身 现在这里主要还是要他选以自己的 这个根性相和的 能修的 能够断烦烈 老了生死的 这才叫做身 不能断烦烈 老了生死 甚至不能成佛的 那就是钱 啊 那么这样子 你在这六根当中 要选择 哪一个是圆通的 圆满 而通 达的 后边 选圆通里面 圆通 长 三个字 啊 这里列掉一个长字 啊 这个圆通就是 带到沙漫 能够成就 谁不圆满 就是缺 啊 六根有所圆缺 前面的刻板里面啊 啊 四六结根 公的圆缺 这个缺 就是指不圆满 就是不圆满 啊 它这个功能当中 有所欠缺 不圆满 就是不合乎你的根性 这个你就不能修 啊 你在这六根当中啊 好好去研究研究 哎 哪一种 合乎你的根性 哪一种适合你修 若能与此 无缘通根 逆满 无时 之旺 也流 但选缘通 于不缘根 日 节 相悖 这里说明如果选定 合乎你的根性的法门来修 比起不合乎你的修法的这个方式 那功夫差很远 可以说 合乎你的根性的一天的功夫的修 修一样 甚至不合乎根性的一阶 所以如果 弱 假定 假定你能够在这个六根当中悟到 以你相后的圆中的根 你何不修为的 能够 逆满无时之旺 夜流 众生无时以来 交之所有的烦恼 妄想 照夜 流转六道 现在要跟他把它为逆 不能顺他了 要翻过来 所以叫做逆满无时之旺 夜流 无时之旺夜流 就是众生的烦恼 八万十天成老烦恼 依向如此 比 就是指众生所有 众生都有这些烦恼 会去照夜 轮转不息 如果你能够选定 跟你的根性相合的方式来修 得到圆通的这个方法 得顺圆通就是得顺移 得圆通的方式 那个根性 这个门路 去修 根与不圆根 来比较啊 日节相悖 意思就是说 何复你的圆通根呢 一天的修持 圣哥不何复圆通根的修法 一打劫 哦 时间相差很远啊 例如你要去台北 现在交通工具很多 你要选这个最快 又最安全的 那一种的交通工具 你可以坐公路局 可以坐客运 可以搭火车 也可以搭飞机 那么时间算起来哪一个快 快的比起 慢的 相差很多 假如一个人从屏东 用两条腿 来跑路 要跑到台北 想想 要多少时间 假如你走飞机 一个钟点就到了 时间相差很远 那么这个修行 修行情况 也是如此的 啊 何复你的圆通根的修为呀 很快就成就 不何复的 那就啊 得不到真实受用 而且是浪费时间 啊 所以这个修行啊 何复自己根性很重要 释迟连 在世的时候 牧尼连他修了两个徒弟 啊 一个是洗衣服的 啊 在家的时候专门做洗衣服的工作的 一个是打贴的 啊 啊 这两个都来跟啊 啊 牧尼连出家 出家之后 牧尼连教他修行 洗衣服的教他修书习惯 打贴的教他修不尽管 他们两个越修越糟糕 越修越烦恼 啊 结果他起烦恼了 觉得修行没有利益 啊 这样子在浮门里面呢 好像没有作用 啊 他们都打算要反俗了 啊 就跟师父讲 跟牧尼连说 我不行啊 修行我做不好 我想回去 啊 牧尼连说 哎 不不不 你不能这样就回去 啊 啊 我们来请示释迦牧尼佛 我们的老师 啊 看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方法 使你能够真正修行 啊 就把这两个徒弟带到佛的面前 啊 请求佛开示 啊 佛就问说 啊 你们两个在家时候做什么事啊 一个说我是洗衣服的 一个说我是打贴的 那么现在你们怎么修啊 洗衣服的说 我修书习惯 师父叫我修书习惯 打贴的说 我修不禁惯 嘿 佛笑笑说 好了 你们两个调过来 洗衣服的修不禁惯 打贴的修书习惯 好了 啊 不能反书 你用这种方式用功 你就可以成就 哎 他们两个把这个法面调过来 洗衣服的一向都是看得不禁的嘛 顺着他的喜气啊 一向看就洗衣服 衣服为什么拿去洗啊 穿脏了 炒狗狗 哦 那么如果脏脏的东西拿去洗干净 那么他对不禁惯最接近 容易成就 打贴的 那么他修书习惯最适合了 为什么 看行修 天天都在洗补 洗补 接行修 我们每一个都有 风箱 这个风箱 我们一天到晚也在洗补 洗补 哦 打贴的天天拿风箱 这个跟他修书习惯就 很接近嘛 顺着他的喜气 所以两个人把这个修持功夫调过来之后啊 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两个都在俄罗汉国 都断烦恼了生死 所以 修行啊 要选择跟自己能够配合的 啊 第一顺住这一生工作的洗衣器 比较切近的 第二 一方面也要观察过去多生的 这个经验 假如过去有修行 啊 爱静的人 喜欢静的人 您教他修止观打坐 这样子 他有可能得到成就 啊 那么如果他过去都是一种这个 在文字上下功夫的